其實主要的治療觀心病的情況 都是在藥物上 以及透過調控這些高風險的因素 就是膽固醇、血壓和血糖 這些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真正能夠防止心臟病發 是透過藥物的 而你剛才所提的答橋 或者通波者手術 是病症比較嚴重的部分病人 是這樣的 通常來說,一般我們建議 除非很危急 一般來說,藥物試了不行 我們才會建議病人去做通波者或達橋 原因是剛才所有的步驟 都不能夠有效地防止心臟病發 而藥物就有這個很肯定的功用 當病人真的沒有辦法 病症很嚴重 需要做達橋或通波者手術 一般醫生就會評估病人本身血管的情況 譬如它結構上是否很嚴重 譬如傳統上就是當你三條血管都避失都很嚴重 或者在左邊的主幹來講受影響時 醫生會判斷和和病人商量之下 哪個方法比較好 一般,達橋手術是針對更高風險的病人 或者血管的情況更加差 現在的趨勢是通波者手術因為太成功了 大部份病人透過導管的微創方式 可以處理大部份血管的問題 所以大部份病人都願意接受通波者手術 因為創傷性比較低 假設大家有些部份病人有經驗 只是住醫院大約住一晚 已經能夠離開醫院 而一個達橋手術就不是了 你需要差不多住整個房間 最快七至十個醫院 還有開通手術的創傷性比較高 所以醫生會根據病人的年紀 血管的情況做一個判斷 亦有很多研究針對一些高危病人 他們做一個隨機研究 就是那達橋手術好一點 還是通波者手術好一點 結果基本上不是太大分別 而針對性來說 通常達橋手術的病人 需要再做任何手術的機會率相對低 主要原因是外科醫生透過一些橋 我們叫做 就將那些阻塞的地方 我們叫做繞過他們 通常你當作比較耐用一點 但是通波者手術的好處是 每一次的創傷性很低 但是很多時候 病人需要面對多過一次的手術 在無數的研究裡面 我們發覺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達橋手術都沒有它的不好處 譬如中風的機會相對比較高 而通波者手術中風的機會相對低一點 所以醫生會根據這些因素 判斷哪件事對病人最大的利益 就會建議他做哪一種手術 iv動力 計 usta